这些锦条我在地儿挨个都甩了 根本都甩不烂 而且我用压腰也要一个坑 看这一斤卖能不能卖30万 哎呀,四根大荒芋 想卖30万 这如果真是国区的锦条 确实要价不高 它上面写了有字口 扛习四念 竹斥 字口倒是挺清晰的 有一点不好 就是锦条的标面 你看这都阳化变黑了 如果真是国区股东的话 也被你甩变形了 这好好的东西 在地上甩来甩去 这是为何 人家都说晃锦比较软 用压腰也能腰动 在地上甩能甩出来壳 就证明它是真正的晃锦 毕竟这也是别人给我的 我也不懂 所以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摔一摔 说实话 你这种尖验的方法不幸 因为晃锦比较软 经常在地上暴力甩来甩去 很容易甩射晃锦 再说了 这好歹它也是一个无价 你这甩的乱掉了 也不太没管 这现实生活当中 你做了啥好事 别人竟然送给你锦条 实话告诉你们 我是做假证的 一个月无限多万年的工资 去年在一个80多岁 捞两口甲里面挡保姆来 因为他们两个紧张生病 说如果我伺候他们好的话 那原意把这四块锦条 无常的送给我 原来这四个锦条 是别人无常送给你的 既然是无常的东西 送给你的话 你要不要太在意 基本上像你们在别人家 做保姆的话 照顾两个上岁数的老人 可能工资会累的 但是工资也是比较科管的 毕竟一个月无钱多的工资 在咱们这个地方 一上可以了 确实工资挺搞累 确实工资挺搞累 冒也不是太冒 就是细乳之类 都是细底细 屋北就是前来给他们做个饭 他们都是上百祖国说 送给我 说实话吧 送给我几个锦条 我也挺可以的 有句话不止党将不党娘 你见瓜将 你看你党帮摸 给人家守着家务之类的 也有科管的收入 假如你这个雇主 他们又是拱形结计 这虎十年送你四个锦条 如果是整类 你可能销售不齐 如果是家类 你也别生气 像党一样 这几个小玩意乐呵乐呵得了 你舍的话我不认同 既然是别人送给我了 我肯定销售得齐 说实话 我赖的时候 这些锦条我都成过了 一斤半的重量 三十多万 一个责任都不能烧 要不然我还不卖给你的 还是那句话 这四个锦条 一斤半的重量 掌控只要三十万 确实是不贵 一斤半 就是七百五十颗的重量 你就换现在一颗 四百七十万 这样回头一下 三十万只烧不多 你要赶紧喝着就行 我无所谓的 你没所谓 我也没所谓 那我就放开了跟你说 说起来你这个大黄韵 比荒景价要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是真正的大黄韵 他们的手装价值 比仅价贵 但是你这个锦条 是有问题的 首先你来看指头 失剑点 对不上 扛袭四年 那时候压根就没有 这种造型的大黄韵 字体也不对 你看上面 接乱了鞋了几个字 这一看 就是现代的电脑题 所以这是第二个 对不上好 另外 你的这个锦条 表面你看 这都烟化 褪色了 而真正的黄韵 再不说它带广 最起码这个颜色 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它们的重量不对 适量的大黄韵 表中的重量是300多克 我打开电子 来乘一下 你看172 烧一半 170 看一下它们的实际重量 所以说 你这拿着黄韵 这不可能 这说实话 其实它 人家没有加点颗烟了 这不可能不是黄韵 这我都在地上甩了 软里痕 而且用压也能摇动 这啥可能不是黄韵 就像你刚才在地上 实用暴力甩 说实话 它是啥 它都能甩出痕迹 你就是随便拿个动型 只要实际用压摇 它也都能摇得动 所以金兵你所量 不能证明它就是黄韵 那你手能治多少天了 我不要 这些抖音 我不要都没用 我看你都是杀得不动 在这给这老妹窝视眼 给你再找其他人看看